为了躲开外面的丧尸怪物 男人警告女儿千万不要发出声音 这时地下室入口的铁门突然被剧烈拉动 妻子和女儿惊恐地向上方看去 男人很有惊艳地告诉魔女 只要不发出声音就不会被怪物发现 可当母亲回头望向女儿 却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 原来小女孩手中玩具的拉环 挂在了一个生锈的螺丝上 一旦拉环脱落玩具就会发出声音 父亲直接抢过女儿的玩具 拿出了里面的发声器 快速地用脚将气踩得粉碎 可这一切为时已晚 上面的怪物被声音惊动 很明显已经发现了他们 这时只能期待门上的铁链子能足够地结实 但外面的怪物好像十分地强壮 他疯狂地撞击铁门 几十根铁链也变得脆弱不堪被连根拽断 女人赶快爬了上去 他试图用自己的体重拉住铁门 可这样却也依然无济于事 铁门被强大的力量缓缓向上打开 一双恐怖诡异的眼睛出现在面前 这时男人拿着铁棍上来猛戳怪物 这才赢得了一些时间将铁门紧紧地关上 男人赶紧用铁棍卡在了把手上 果然成功地把怪物挡在了外面 正当他们以为终于安全了的时候 突然上方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 没想到这怪物叫来了他的同伴 这时铁门开始剧烈地晃动 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将铁门推了下来 一家人壮的胆子向上看去 只见很多双诡异的眼睛正盯着他们 在这狭小的避难室里根本没有躲藏的地方 这时母亲用油灯点燃了室内的窗帘 暂时阻挡了一下闯进来的怪物 现在唯一可以逃生的地方就是这个通风口 于是男人帮助妻子先爬了出去 女人出来发现怪物全都进了避难室 外面反倒变得很是安全 很快他们把女儿也接了上来 可就在男人也快要爬出来时 突然出现一只大手直接将男人又拽了回去 母女二人在上面 只听见一阵惨烈打斗和皮肉撕裂的声音 这时母亲也顾不上太多 只能带着女儿向远处拼命地逃跑 可没跑出去多远 二人突然被一只大铁网牢牢地捆住 十几名特种兵带着夜市仪 手持重武器将母女二人团团围住 原来抓捕他们的并不是什么怪物 而是一对执行清除丧尸任务的士兵 这时一个士兵突然遭到了攻击 丧尸男人解决了避难室里的士兵后 就快速赶过来救自己的女儿和妻子 但最后他还是倒在了一阵乱枪之下 原来这一家三口才是所谓的丧尸怪物 他们曾经躲避的只是抓捕他们的士兵 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丧尸 还当自己是正常人在避难室里生活 小女孩亲眼看到父亲死去 不受控制地爆发出了残忍的一面 一瞬间他就将在场的士兵全部杀死 随后他又慢慢地恢复冷静了下来 原来小女孩远比其他的丧尸更加的强大 在影片的最后 母亲带着女儿找到其他幸存的丧尸 在这里 小女孩将会带领全部丧尸共同对抗人类